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呢我给大家看一株正在剩花的大花文心兰 这颗文心兰的名字呢 给大家看一下啊 它是Will's Halo Firecracker Sangria 其中这个Will's呢是Will's Sonarer 是大花文心兰家族的一个成员 他这个Hilo Firecracker呢 就是Hilo好像是西洛岛 就是夏威夷的西洛岛 Firecracker就是烟花 烟花就是我们放的烟花啊 就是说它这个花的颜色呢 特别像我们放的那种烟花的颜色 非常的那个绚丽多彩 Sungry啊是这种酒红色的意思啊 是一种酒 Sungry酒 它这个颜色呢 它那个特别像这种花的颜色 这就是它的名字 其实呢这株大花文心兰呢 我上次在那个文心兰的基景里边 给大家介绍 当时只开了几朵花 现在呢它全部开放了啊 其实这是两枝花 你看看啊 看一下它的花枝 就是这个seal的包上呢 长了一个花枝 两个花枝 我呢就把它们放到了一块 把它这个顶端呢 把它这个顶端呢 给它搅到一块了 放到一块还下不来了 好 这就是这颗大花文心兰呢 其实这颗文心兰呢 它长得非常的健壮啊 它的这个suitable呢 也是长得 你看啊 很饱满 这个颜色呢 也很绿绿的啊 就很壮实的那种 你看它这个花呢 看一下它这个花啊 那它就是那种酒红色的花啊 你看 你看这个文心兰呢 特别是不特别像 这个花呢 特别像吉祥的吉 中国的那个吉祥的吉字 所以呢 有人把文心兰又叫做吉祥兰 它呢 是春 冬春开花的 尤其在春节的时候开花 是不是特别的吉祥 有吉祥的意义啊 所以比较深受人的喜爱 这种文心兰呢 我去年 去年的买的时候呢 有一个 有一个 买的时候 有一个小的suitable 你看这个suitable 当时呢 有它 当时呢 当时都没有开花 后来呢 它自己长了一个小花枝 就是开了一枝花 今年呢 这个suitable呢 它就长得更大一些 长这个新的suitable 然后呢 长得更健壮一些 所以呢 它开了两枝花 有的网友问呢 说你这个文心兰 养的这个文心兰 开花是 开花的条件是什么呢 首先呢 这个文心兰呢 你必须 就是说它的植株呢 必须就是成熟啊 成熟 表示说 如果你的文心兰 只有一个suitable 那就是从小苗开始的 它还没有 没有长成这个成熟的植株 那么它就不容易开花 通常呢 这个文心兰呢 如果你买的小苗 养一年之后呢 它的第二个suitable 如果长大了 就有可能开花 这个呢 你看 它这个是第一个suitable 是在这里 然后第二个suitable 是开始开花的 所以文心兰呢 极有可能在 一到两年之内呢 从小苗开始啊 就可以看花了 文心兰因为它 长得很快啊 你看它这个suitable 如果长得 如果就开始 就是长得比较饱满了呢 它就极有可能开花了 第一呢 就是刚才我说的啊 这个你的植株呢 首先要成熟 第二呢 第二呢 就是阳光 阳光呢 这种文心兰 它不是喜欢特别强的光啊 它的光呢 一般就是中光就可以 中光呢 就是说夏天 你在外边 要不能直射 要有一个遮阳网 比如说到50到60左右 如果你就是阳光太强的话 它这个叶子就会晒得发黄 或者是晒出很多的黑斑啊 你看我这个叶子 就有一点晒得 有一点晒得过了啊 因为我用的是40%的遮阳网 它呢 应该适合比50%以上的遮阳网 当然你40%也没有问题啊 问题不是特别大 只要不是直射 这是阳光 它需要的是中光 如果是冬天呢 你拿到室内呢 一定要放在有光照的窗户旁边 这个窗户呢 一般就不用遮阳了啊 冬天呢 可以是100%的阳光 夏天呢 50%左右的阳光 就好 温度呢 这个温度呢 它 文新兰呢 其实也是很皮实的一种花啊 它的温度一般在15到30度之间 都可以长得很好 有时候甚至能耐到33度 但是呢 如果它的温度低于12度 很长的时间 那么它就停止生长 当然呢 一般冬天呢 像北方 我们就把它拿到室内啊 温度呢 也不会低于15度 它呢 也长得很好 这是光照 温度 还有水分呢 水分呢 就是文新兰的根呢 它特别的 特别的细小啊 我们看到有一些 你看这个根 是不是有一点 有一点细 看不太清楚啊 我这个呢 是用的是 用的是 泉水苔啊 这个 当时我种的时候 用的泉水苔 底下呢 还放了一个水果网 泉水苔呢 它可以保持这个根部的 根部的这个吸水 不会 不会说 如果长时间没浇水 不会说 它自己就会干掉 这个呢 折腰网呢 不是这样吗 这个水果网呢 就是如果浇水的时候啊 你浇的水特别多 比如说你在水 水 你看我这还有一点存水啊 一点存水 它这些水呢 就在这里 起到这个 往上蒸发的作用 但是呢 它这个水呢 又不和这个 水苔接触 这样的呢 它又是透气 水果网很透气啊 这样的呢 它就不 不容易烂根 至于施肥呢 这个文心男呢 还是需要肥的啊 它的肥的 你可以就是隔周 施一次肥 肥呢 有 二分之一 或者是四分之一的量 正常施肥的量 就可以啊 叫薄肥 钦施 这样呢 到了那个 秋天之后呢 它就开始抽花芽 抽花芝 秋天的时候呢 你就要换做 磷甲肥了啊 换做这个非常 就是磷甲肥 开花比较多 你看我这一颗 它的花是有几十朵啊 你能赶 赶上那个 那个叫什么 叫巧克力文心兰 它的肥量了 好了 啊 这就是我今天和大家 分享的这株 Wheel's Halo Firecracker Sangria 就是这种酒红色的 文心兰 希望您也喜欢 其实养文心兰呢 它的回报还是很大的 因为它长得快 每年都会开花 或者是 开花的时间比较长啊 像这种 尤其是这种 大花的文心兰 都能开到两个月以上 这个花呢 虽然没有香味呢 但是它这个花形特别的美 你看啊 这个是红色 酒红色的 这个猪形 然后这个呢 你看这个小裙子 有一个黄色的边 然后这个是三文鱼色 你看看是不是像一个小姑娘在跳舞 好 今天呢 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 再见